唉唷 攻勢是好像很強欸 欸不是啊這個 我會死啦 欸我被怪打到祈求是在三小 嗨嗨大家好 晚上好 大家期待已久的一周年 TJ終於出來了 嗯我就不等了 我直接開囉 你們覺得我要選什麼 有現在啊 付費的啊 這個 手鐲都還是加6 看了我 很固然欸 然後 硬張也是加6 所以我在想我可能要選擇手鐲或是硬張 襯衫到加8是不是很難啊 感覺手鐲跟硬張 比較有機會 但是我手鐲是加6啦 我這個數回來是加5 基本上沒有意義 所以我應該要數加6對不對 因為加6可以上加7 Right 所以 我 就選 1 3 2 8 今天第一發 加7吧 加7啦 加7啦 拜託你啊 啊 加7 呀 噢這個 喔 等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語無倫次啊 TJ好棒 這合理嗎 我也覺得不太合理啊 但是它就是發生了 It just happened 這次的禮包有這麼多東西 基本上就是送很多 抽卡的那個 搜魂啊 那這個因為我已經買了 這個就是像每個禮拜都會出的那一種 很普通的沒有比較特別 然後這個一週年的派對箱 就是又便宜 又還不錯這樣 就是還可以啦 畢竟那是天壁不然你想怎樣 這個有某信物組合包 就也是挺香的啊 而且它有這個 這個我記得是收藏吧 對啊它有四顆啦 然後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新的這個 神聖婦女卷軸 如果是說 以這兩個來比較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 買下面這個 看一下 除非你會缺魔啦 但是我覺得應該大家現在比較缺的是血吧 因為如果可以回血的話 比較可以去掛高等地圖 好我們去古代這島玩一下哈 那 好那個 東部的古代森林是目前最適合大客 掛的地方 因為這邊的怪 經驗值是滿多的 然後呢 相較起奧曼芝塔五樓 又沒有那麼難打 因為五樓 的怪就是會 把你暈到爆這樣子 那北部呢 目前是 台版最強的機體也掛不動的 北部是最痛的 你看一隻怪四 四多少萬 我會不會死在這裡 我被暈了我被暈了 我被暈了我又被暈了 我被暈了 不行不行不行 走開 給他就消失到我的視線了 哈哈哈哈 他放棄的 這不是很痛啦 這個北部 北部目前 台服是掛不動的 那東部的話就是 比較舒服 但是呢也是 大客的程度才有辦法掛 因為大客 他這邊還是需要一些機體 好了我現在到了一個很奇怪的紅區 這是在東部的某一個紅區 又被暈 你看一隻怪一百二十幾萬 一百六十幾萬 一百一十幾萬 蠻舒服的 而且這邊的怪 沒有像奧塔五樓這麼暈 然後還奧塔五樓真的沒辦法掛好不好 又暈然後 又會被沉沒 然後還會被烙印 喔那真的不能掛 那這邊最多就是暈而已 那我覺得暈還好 你就撐一下你的衝 呃你的抗暈 帶一下飾品啊 什麼什麼的 其實是掛得還算是舒服 那北部我剛剛已經去過了 我們現在去南 我們去西部好了 西部就是我說只有頂客才掛得動的地方 那因為呢我比較爛 所以我就不去紅區了 紅區我怕我會死 我會 我會死出去 你看一隻怪是多少 多少 一 剛剛那個太爛了吧 喔一隻怪 兩百萬捏 三百萬 嗚 欸欸欸 我不是打到寶了 各位觀眾 打到寶了 欸這個 欸這個 不是很科學啊 喔 064欸 唉呦 真的壞掉了 那個房捲 對南部的話是經驗還蠻好的 然後又可以輕鬆掛 那東部的話是會掛一掛就是水會比較快喝完 反而沒有那麼高的話可能會喝不回來 對 但是經驗也是很高 所以大家就看自己的肌體 你如果想要掛輕鬆一點 當然就是去掛南部 這邊太硬了 你連奧二都掛不住 那你就 沒辦法 這邊最好打的就是南部 那如果你南部也掛不了 那這邊真的不能掛 因為它這邊本來就有規定要70級才可以上來 所以它 就會很 很危險 真的很痛啦 西部 西部真的不好掛 那如果是紅須 欸我們去紅須 走 清明上禍 你看它也會被暈啊 小雪你該不會要打它吧 不要喔 等一下我這是死路 我 啊 好啦就這樣我們這邊 這區就他們兩個在掛 然後 欸我們這樣把怪拖給他們 他們應該會 合不回來吧 七頭怪 紅區應該在 欸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區欸 中間是什麼區啊 等一下走去看看 欸這是南部 我已經走到南部了 那 西部的紅區在這邊囉 這是什麼區 喔這個是控制室 控制室的怪欸 我不知道 欸欸欸欸 控制室好像很強欸 欸不是啊 這個 我會死啦 欸我被怪打到祈求是在三角 控制室是這裡面最強的怪 吧 對吧比北部的還強吧 我嚇到欸 這個 這個 這個太強了吧 呵呵 那我來打一下南部吧 南部的怪的經驗就是 也是 100萬 今天有說防沒500以上打不了 對 所以中間這個區域請大家千萬不要靠近 齁 那個 就會跟我一樣被怪打到祈求 你知道嗎 呵呵 好大家拜拜啦 大家拜拜啦 坐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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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